近日 浙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食堂窗口上 菜单之间贴上了一首首简短的诗歌 同学们在排队时不免多看几眼 这些抒情的小诗都出自厨师宋承宝笔下 宋师傅称 自己在下班以后喜欢研究诗歌文学 在路上 车上 在早晨 夜里 这些碎片化的时间里 他进行阅读创作 写得多了逐渐得到了认可 同事们帮他把作品贴上窗口发表 让同学们在排队等候时看 我在市场是一名厨师 我也喜欢炒什么一些菜啊 东北菜啊 卤菜都喜欢炒 但是我下班之后 我就比较喜欢看这种唐人送辞 在路上我就总结一下 我读到的东西来总结成自己的语言 写一首诗 因为我们打饭有的时候会排很长的队 后面的同学让他们看一下你写的诗 就像你炒的菜一样 让人看了或者是你炒的菜吃了 尝的味道怎么样 我觉得向来这个美食给这个 精神上给物质上良者都不可或缺的 深夜 方向 夏沙一家花店 这是宋师傅给自己的作品取的名字 像这样的诗歌在他笔下已经记录了上千首 多是描述生活 情感和自己的思考 有时候和同事的一场聊天就能给他灵感 写诗就很久远了 在06年开始 因为我是从小喜欢读书 后来就我想我也能写一些文字吧 慢慢慢慢直接时间的积累啊 写的诗到时候有人喜欢了 觉得有那个失忆了 有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有别人口中说的一些故事 比如说有一个叫天水杂浆面 因为我们有一个师父是天水人 我们在一起就聊起来一个杂浆面 他说的非常非常详细 而且我都听得流口水了 就黑目的想去天水吃 吃一次那个杂浆面 我就写了一个天水杂浆面 校园里不少人都被这些诗歌打动 宋师傅的诗开始从食堂窗口 向老师同学们的手机上刷屏 非常意外地发现 这个餐厅非常特别 在那个窗口上有贴着 一个宋师傅的诗歌 我觉得诗歌写得很好啊 因为这些诗歌里面都包含了很多 宋师傅的真情实感 也有很多包含了一些家乡的美食啊 一些地方的美食 我感觉我们大学是藏龙卧虎的 因为会碰到碰到一些人 其实你认为很普通 但其实他们很优秀 对吧 有很多值得你学习的地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